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号下午 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 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我们重闷共产党宣言 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 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头 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 运用到同栏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 不断谱写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强调 共产党宣言的问世 是人类思想全面阐述 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 共产党宣言 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 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 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 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 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精神 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离市 第三个重心 感谢观看